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文創設計品 將史前文化帶入現代生活 在設計商品的時候 以史前館的五件國寶玉器為主角 開發具有創意思維的文創商品 融合了古早與現代 事實上史前文化比一般人想得要豐富要久遠 台灣的史前文化也不例外 就久遠來看 各位知道嗎 上萬年前在佐鎮在場面 所以就由我們史前先鎮女爭林居住 就文化的內涵來看 五千年來以南島居主為主的先鎮女 就發展出非常豐富的史前文化 所以這麼豐富的史前文化 其實很少人知道 連我都是到這個國務館才跟人人學習 那麼豐富的史前文化 怎麼樣讓他來跟現代人接近呢 你開國務館就是要讓現代人去參謀 兩條管道 第一個透過展示 第二個透過文創 那個史前以當代交會的文創記者會 就是我們史前館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感受 豐富長遠的史前文化 所做結合展覽跟結合文創的 系列的一個關鍵場 透過精緻的工藝手法與 貝納文化的玉器形狀結合 像是這一瓶瓶的玻璃工藝品 還有製作筷架、項鍊以及耳環 都是根據史前文物所創作而來 成為一件件美麗又具有意義的商品 因為明年遇見臺灣的大展 我們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要讓各位認識 臺灣的玉礦的聲勢 第二部分就是主題 我們要介紹給各位 臺灣史前預期的公益 它的社會遺憾 還有它背後的護士 第三部分就是要文創 總結來說就是史前館 有非常熱責的使命 要讓更多人了解 感受史前文化、產品和公平 將商品與古文物結合 提高了文創產品的討論與曝光度 也能讓歷史文物更貼近現代生活 這一系列的文創商品 將會在史前館年度大展與大家見面 歡迎民眾前往欣賞參觀 記者問君台北採訪報導 中家有線電視熊精彩